大家好,我們來看今天的趙孟夫每日椅子 樹,樹色的樹 首先楷書的寫法 上面寫一個寶蓋 底下寫一個白 寫一個人字旁的白,一百兩百的白 這是楷書寫法 那我們來看一下,行書寫法呢 流暢一點 還是寶蓋 人字旁,然後這白 就做連貫的寫法 我們在這邊要特別特別講一下 就是說,在行書裡面呢,這個人字旁經常寫很小 而且是橫化先寫,帶過來 所以我們來看,另外一種行書寫法會比較常見到 橫化先寫,然後接人字旁 所以這裡等於是單獨寫一個白色的白 這樣子 然後再來呢,我們說 張孟夫這種寫法呢 就是也有,但是他等於是省略這一樹了 這一樹他把它省略掉 所以我們來看他的 但是呢,很少看到 絕大部分都這種樣子 像他這麼省略法,是很少的 我們來看一下 再過來 然後,他的寫法 然後,直接寫右邊 很少看到 那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一下 從這邊來演變 這邊演變呢,我們說 人字旁呢,就類似應該也是這樣 這個人字旁也是這樣一樹而已 然後,口 那個,口 日,木 我們說草 草樹,經常是只有變成兩點 所以這個字的演化 大家看一下 這裡,橫化還是一樣 然後,左邊這一樹 右邊變成兩點 這種寫法 但是這樣,已經很難辨認了 要小心使用這種不要 然後,最後呢,我們來介紹另外一種 也是從這邊來 但是,這一點不寫 是直接這樣繞上去 然後,這個橫也不要刷下來 好,這種寫法一定要特別小心 為什麼呢,這樣寫 要注意,這一撇要明顯 不然呢,如果直接下來就變成尖 就是中間的尖,就沒有這一樹直接下來 所以這種寫法,要特別注意一下 好,那我們回頭來看一下 頭樹這兩個字 這跟前面,頭 昨天,剛談過的 那這兩個字很明顯 我們在寫書法的時候 經常,我們順便介紹 最後一個字,要小心 就是說,你這寫,寫完之後 這一定要注意安排 它寫到剛好到底 到底了 那到底的時候呢,就要注意 所以這裡寫的比較寬廣 這個字,它就寫稍微小一點 而且,姿態上呢 就是比較內斂一點 好,但是呢,它還是 這個字,基本上還算是重的 重的 所以呢,記住 它這一篇裡面的感覺 就是比較嚴謹,它比較 整體風格比較,就是 舒朗 所以這邊,間隔上呢,它就 既然這兩個字,比較大 這裡,間隔除了大以外 這個就不寫太大 而且,比較空一點 所以呢,這整體性的 視覺感覺也要小心 比如說,再看三個字來看 周、頭、數 可以看到這個上下的關係 會比較空一點 在這裡的視覺 然後再看一個字來看 來看一個字來看 好,因為 一陣子 我會看一個字來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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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